好呀,你老一副花的,你老一副的老师是中医老师,中医大夫,一会儿呢,你老师打电话告诉你,我要微信你说你听不明白,这个是五千年以前皇帝内经理的一个方子,跟盟友讲的老半天,你老师我俩都听了,你也听不懂,你老师听不懂,给你翻译啊,大蒜两头啊,你们家三口人不是吗,现在跟你妹子跟你妈,我们就是两头半,大蒜两头三头都可以,都扒着, 料理扒光了,差不多多一点,我来割一点冰糖,冰糖少割啊,就接这个,大蒜冰糖,我来割开水,割半下开水,多半下开水啊,我来割,我割这个盘子扣上,割这个盘子扣上,不让它蒸汽的哈,蒸汽水,不让它进去,我来蒸个七分钟,每天早上空腹,空度的喝,一回到两天, 回啊,我来就这个病是不得这个病,传染病,人家给治好的有,武汉的同学的,他的同学的孩子给武汉连大学的,那月二十二来说呢,孩子二十三就发高烧,连咳嗽,连那个兔痰,兔痰的那个色都是那个铁锈色, 哎呀,咋整啊,说的要隔离,要上医院就隔离,还咳嗽,是隔离,就是把它冻上,冻上以后治疗,那咋整啊,我来就通过他了,他也告,两头,一头蒜,一点冰糖,割了以后,他俩搁一起搁开水,我来蒸七分钟喝,空度的给他喝一早晨,喝两三遍, 他们还怕的割两头蒜,割点冰糖煮了以后,孩子喝了三四天,孩子逐渐已经都好了,治愈了,那孩子好了,现在全家喝,现在一穿十,十穿买做好事呢啊,人家都告过来,肯定好使,别看这个蒜和冰糖是不起眼的东西说的,家家都有,经常吃,不过呢,他俩配在一起,是一个偏防治大病,预防这个传染病, 赶紧的啊,大老爷啊,一定要行动起来啊,这个就是预防的消炎消毒的啊,一会儿给你打电话,你老叔跟你说啊,我怕说不好,我就拍个视频啊,怕发不过去了,改好了,就这些事儿,空度的喝啊,每天早上喝两三遍